欧洲巴尔干半岛多个国家因为连日大雨引发了严重洪灾 包括塞尔维亚跟阿尔巴尼亚等国 多个地区大水泛滥 河道跟路面都分不出来 多数民宅一楼全都泡在水里 只剩下屋顶露出了水面 灾损相当的惨重 至少有两个人腻底 黄色的混浊河水滚滚而下 河岸边还卡了不少断掉的树枝和垃圾 民众合作赶着在岸边怼沙包 近日大雨导致松亚历北部跟巴尔干半岛西部 如塞尔维亚 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等国 发生严重洪患 塞尔维亚拉什卡河河水泛滥 河道和路面全泡在水中已经分不出来 科索沃的克利纳市同样灾情严重 房子一楼几乎整个被淹掉 较低矮的房子只剩屋顶露出水面 一座游乐设施的支架孤零零矗立大水中 大水淹过膝盖 民众涉水返家查看 一楼的水还没退去 电器用品劝泡汤 另一座小镇丝尔比查大水烧退 但车辆东倒西歪泡水回损 店家忙着清理积水连血产都派上用场 目前各国多个城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气象单位估计 接下来几天可能再度发生水患 呼吁提高警觉 我いた死了 Mamzi 对 按紧急状态